水鹿两栖鸟型恐龙Helstiraptor Credit Lucas-Pensherin 它拥有鸭胃一样的嘴巴 鳄鱼一样的牙齿 天鹅脖子和尖利的爪子 还有像企鹅一样的起种枝 它像鸵鸟一样走路 也可以游泳 新近发现的一种新的恐龙物种 具有不同物种的特征 令科学家们瞠目结舌 这个身高仅有18英寸 45厘米的小型恐龙存在于7500万年前 该恐龙一副群区的骨架化石 在现在的蒙古地区的岩石中被发现 这是第一次发现双腿肉时 恐龙具有游泳能力 杰克·Kellike大学古生物研究员沃顿 Dennis Voughton说 这是一种奇特的动物 它具有不同物种的特征 在科学杂志自然 Nature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中 沃顿汉研究报告的合著者 以波兰古生物学家 Helsher of Moscow之名将其名名为 Helsher Helsheraptor Esculia 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 是马卡莱斯特学院 McAllister College的古生物学家 罗杰斯 Christy Carrey Rogers 没有参与这项研究 他称这个动物就像一个超出想象的凯米拉 Chimera 希腊神话中 石头扬身 蛇尾的怪物 它具有天鹅颈部和恐龙身体 一口细小的牙齿 而且四肢 看起来可以游泳 研究报告的合作者 塔弗柔 Paul Jeffereau 说 它的结合多种物种特征的身体 让它能够在地面上跑来跑去 还能在淡水里捕鱼 塔弗柔是法国 格勒诺博欧洲同步辐射中心 ESRF 的一名古生物学家 ESRF 所研发的新型X光探测器 对新发现的恐龙化石 进行了大量测试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 意大利伯洛尼亚卡佩利尼地质 博物馆古生物学家 高安德雷卡尔 说 他最初对化石的真实性 持怀疑态度 因为它的外观如 此怪异 并且这具鱼骸化石 是从蒙古一个私人收藏家的手中 被偷运出尽的 高说 我问自己 这是一个真正的自然的骨架 还是假冒品 如果这是假冒品 我怎要证明它 高认为 更恰当的考古学做法 事先假设该骸骨并非真正生物 因此 研究人员使用同步加速器 来创建化石的三维图像 结果显示 这个生物的身体部件 确实属于一体 而不是人为拼凑的 例如一个佐证 就是隐藏在岩石中的 幼稚与肉眼可见的 佐之完美匹配 并且海骨之间 有互相匹配的成长痕迹 史密森尼学会的 古生物学家 大汉思藏梗华氏度 NCUs称赞这项研究 并表示言 就再次表明恐龙具有多腰惊人的多样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